马上接近礼拜一凌晨的时候 实际杯足球赛冠亚军赛就出炉了 而这次呢实际杯足球赛冠亚军赛一定会很精彩 但是许多人最锁定的难以忘怀的记忆 是地主队巴西如何输给了德国 这是难以想象的数字 巴西一比七输给了德国 而且仅仅开赛29分钟 那个整个输的状况 对整个巴西地主国来讲 是接近崩溃的一个情形 巴西这场世界杯呢 在开赛之前 就因为我们跟刚特别谈到 它的整个经济状况跟印尼是很像的 或是是更严重的 所以它完全依赖这个国家主要的一些矿产 主要的一些农作物的出产 而当这些这堂这些相关的农作物出产 商品价格 在过去这一两年进行大幅修正之后 巴西的经济成长率就从接近10% 掉到2% 1% 甚至只有0.6% 而现任的总统 他就是赌这次的世界杯 他花了将近美元110到15亿 这两个不同的统计数字 就希望能够重振巴西在全世界的一个印象 那对他很重要就是这个巴西队一定要赢 巴西队输的那一天 人们就说他输的不只是一场世界杯足球赛 可能输掉了这位总统在民间的声望 那输的那一天呢 巴西早就有准备 他立刻提升了他的保安 所以当天呢 在圣保罗有一些小型的暴动 很快的被控制住 但是呢巴西本身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过去关税非常的高 他并不是那么欢迎制造业 他主要是依赖他的商品 农产品出口 那他的关税非常的高 所以包括像鸿海 他为了要帮Apple帮苹果代工 还有考虑去巴西设厂 三星Samsung 他为了要把他的手机卖到拉丽美洲去 也要在巴西设厂 可是在当地整体的自然状况非常的糟 在这个礼拜三星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强劫事件 仅仅只花二十九分钟 本届士族德巴四强争霸胜负一定 但谁也没想到 最具冠军像的森巴军团 竟惨遭德国坦克 在自家土地上 以七比一的悬殊比数行刑 10号内马尔的球衣被一把火烧了 连巴西国旗也没能倖免 毕竟这是一个热爱 且沉迷于足球的国家 怎能接受如此一败同利 更不要说 他们打下110亿美元巨资 相当于3300亿台币主办 美国内还有许多杂音 未能平息 我的夜晚没有那么坏 他们没有那么远 我当然是一个支持者 我非常抱歉 因为我都分享了 所有支持者的同样的痛苦 宛如博商的气氛 内夜在巴西四处蔓延 最大城圣保罗 二十多辆巴士惨遭驻容 商店被洗劫一空 酒吧也发生球迷斗殴 甚至还有阿根廷记者 不幸被抢来的车辆 火火撞死 书球固然让人沮丧 但也有人把球场上的 无人领导 投射呼应国家领导人的无能 这使得罗赛福胜选几率大减 毕竟现任总统罗赛福 自2010年上台后 巴西经济每年平均成长2% 是1990年来历届总统中最低 他企图推动成长的政策 又使得巴西通膨年增率 整破6.5% 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 巴西在经济发展上的困境 显然和足球场域恰可比拟 看似大有可为 但面对变化却只有老戏码难成下作 像是南韩三星电子 位于巴西圣保罗附近的工厂 6号深夜遭盗匪趁士族举办大肆洗劫 歹徒挟持多名员工当作人质 抢走大批智慧型手机 平板和笔记型电脑损失至少3600万美元 很多人也才注意到 当地对iPad征收的关税高达60% 进口车辆关税高达90% 偏偏治安问题又无法解决 所衍生的疑虑 也直到氏族才一意浮现 如今巴西跨越半世纪 在自家主场被得以之痛载 输求失去的尊严 仿佛正在替这个国家 找寻浴火重生的机会 谢谢您收看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